請注意 紫英編合粗俗用語 不適如移同及移打爛陣人士觀看 不知文具油是不是跟我一樣 看來看去都是那幾間油門 今次就是一間新開無奈的文具網店 選了我自己好喜歡的製作 不知有幾多樣和你們撞款呢 嘻嘻嘻嘻裡面最多的是貼紙和紙卡帶 這些裝飾類的東西今次就不詳細說了 因為這麼多要講到明天都未數完 有興趣的話就自己上去看看 調了一大堆貼紙回去 不買本貼紙寶來裝又怎可以呢 除了公仔款之外還有這個系列選 這隻敢供出的大人貼紙寶是我用過這麼多種裡面最喜歡的 因為它條橡筋生在這個位置 就算你塞爆補 枯起來都整整齊齊減 整個系列還要四隻顏色都這麼耐看 貼紙就有偽裝了 紙膠板又怎麼辦呢 這本修納盒我之前都拍過 用來真的很方便 因為它裡面的格格適合放些碎濕濕的東西 不適合大小的 那些格格還可以讓你擦擦擦擦擦 整坦東西拿走當它刺合用又行 大些A5 size那隻放了半A5手杖進去都還有位置放其他東西 用了它來裝紙膠帶之後 不只用起來順手了還用多了 同款還有小一點的A6 size選擇 買得貼紙、紙膠帶的人 用什麼而夾進印仔坑呢 不知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吸襯印仔都好冷緊張 當死會對不合我感 如果你都有這個問題的話 水晶印章就適合你了 買回來好像貼紙這樣的包裝 拆開可以一個個圖案撕下來 再貼在另外買那塊透明A5膠裡就可以拿去印的 你可以在紙上面排了板 再扔一塊膠去貼緊它 一次過上墨才印 有些牌子出的A5膠 還有格線方便你對位 這樣就不怕印到尿尿了 不同牌子出了很多不同主題的水晶印章 現在還有些可以好像砌圖地任你砌 好像這款動物園主題一樣 就感應北極紅又可以 加一些胎字下去 它就變成了一隻熊貓 是不是很脆子 我的印仔多數都是吸在手帳裡 買一些新印台回來 很多時候都要試過才知道過不過底 笑過那麼多印台裡面 我自己就最喜歡水滴印台 因為它印起來不只順手 就算是黑色 印在一般手帳裡 那些墨都不會過底 最多都是有個空的意思 這個系列還出了無限那麼多顏色 講開印台 我之前買了這款自己滴的墨下去做的印台 那邊買回來真是新笨 這裡買得平很多 講開又講 剛剛一路示範這本 是韓國際的平價手帳來 它是沒有mark日子的周計畫格式 這個價錢來講 紙質都算是這樣 如果你問我 一開始想試試寫手帳 幫手寄下To-Do List 又或者每天寫小小日記的話 我就會叫你試試寫這種格式的周計畫 一人得一格 不會太大格覺得空喵喵 又不會好像日計畫一樣 太小格寫幾個字 這些那麼便宜的 屎樂還沒有那麼大壓力 寫得手帳 不多不少都會寫錯字 改錯帶 我猜你們都有 但是拆得掉的改錯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呢 雖然可以改的改錯帶 看上去不知道是圓還是勾勾的 但是實際用 你一定會試過滾多了 這款改錯帶 後面就跟了夠好像拆膠的物體給你 等你不小心滾多的時候 可以拆走 雖然白色 滾到偏黃的紙道 就有點硬硬了 幸好這個世界有偏黃的改錯帶 這種不是到處都買到的黃金改錯帶 我自己都脫了不少 射開黃金補 沒有好像MD燈塔那些的話 簡直是必備 愛人可能不明白 但是射開寶仔的 不少都很喜歡買便利貼 不是正式3M那些 要買當然要買這些 不只周圍貼 還可以貼在手帳裡面 漂亮 除了普通的便利貼之外 我還很喜歡這款 之前都說過的卷裝便利貼 這次還是我在香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的黃色 它有多好用 我之前已經說過 好處都是背面有磁石 可以周圍磁 不用剪就撕到 寫下去跟紙沒有什麼分別 密筆都寫得這些 另外還有銅牌子 30周年版打麻利那款 不過這隻就不遲得了 之前拍過集我自己很喜歡用的 裡面說的不少東西 這裡都有賣 好像寫軟筆字入蒙必備的筆之助 還有寫手帳 很有用又好好玩的點點筆 還有我喜歡它 多過正常版的軟頭版Malana 當然不少得彩色軟頭筆裡面 拿的字外 寫下四季漬系列 它的頭有彈性得來不會太軟 寫軟筆英文字好易上手 其實上次都說過 想聽這筆詳細一點的用後感 可以看上次的影片 特地看它 是因為這裡買便宜一點的 拿著按多筆 跟著當然是說筆袋 這隻用日本凡寶做的筆袋 我自己用了很久 攤它清清的 扣點什麼上去都可以 不止一攤出來 可以一眼看完 放些鋼筆下去 還不怕它拼來拼去 嫌去睡在這裡 霸佔你的桌子 還可以叫它站就站 全靠它那條夠粗 還要是雙面用的拉面 這樣拉完 它就可以穩穩地動在這裡 之前在instagram出post 問大家想看什麼 想不到這麼多人都對它有興趣 有不少人留言都說想知道 是放到多少東西 照慣例 都是拿一堆uniball來試給你們看 我不硬平放一層 就放到8支 關上它完全沒有難度 我放到第19支都還可以關上 不過就真的要逐顆扭拍 和特地拉一拉它才關上 當正常點用 裡面放一層即是8支 在網袋裡塞一粒小的改錯帶 間且和Kita下去 關上都是舒服的 這樣放的話 外面還可以多插5支uniball1 除了不用潛的 它的樣子還好型 在後面還有一條打尺的帶 可以讓你穿在寶寶上面 很消殺地拿著走 不過你不介意 它是拍樓開關才好買 因為它的拍樓 是要用力拍和開的 放開這麼帥的東西 拿出來 這把剪刀是日本文具帶戶 和孖人牌的Crossover出版 我覺得最小的尺寸 這把很適合剪小的東西用 即是在紙膠帶剪出來之類 因為剪到眼盲的東西 我是不會剪的 所以它這個尺寸已經夠我用了 刀刃比一般剪短一點 剪到又利又順手 不知是否關我用了無奈 我覺得它雖然無標榜自己不黏膠 但我剪下來 它又真的沒怎麼黏 最重要是什麼 不是它適合手型 是它有多型 剪得幾尺 放它在旁邊看下都像高手 好 或者文具型不型你都沒什麼所謂 實用態的可能就會喜歡這本明信片修納策 不在文具欺負的人可能不明白明信片的魔力 好多喜歡草紋類的人 儲的不只是在外國寄來的明信片 我想不少人都跟我一樣 拿著自己買落未寫過的明信片 只有一個草字 它就很有用 整本有60個袋 最多可以放120張明信片 正常尺寸的明信片都裝得下 你裝得少的時候 它是薄癡癡的 裝多些它才會變厚 不會一來就壓你的位感 專裝明信片的花佬不是那麼容易玩 有用的都不妨想想去 雖然還有好多東西想拍 但免得影片那麼漫長 想知道還有什麼好東西的 不如你們自己上去看 上面不少東西都便宜一點之餘 用信用卡付錢不收手續費 而且還可以用消費券 低落真的省不少的 除了剛剛講過的 Ge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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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承波之友的專屬優惠碼落單 只要賣滿250元就可以減20元 這個優惠會做一段時間 在優惠期之內FollowGiKiKi的Instagram 再用這個優惠碼成功落單兼付錢 累積購物金額最多的三位承波之友 就可以得到由我親自選貨砌出來的文具福袋 就是這樣 如果身邊有文具有的 介紹完人上去看你再幫他落單的崩壞 我想都不算犯規吧 因為優惠期完結之後7日內 得獎者名單會在GiKiKi的Instagram公佈 不想錯過另獎機會的話 就記得Follow定啦 嘻嘻 проб定是 Rachel,你跌保減 跟你看CiiKiKiKi的作者